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的採訪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採訪先生 那麼現在我所在的這個位置呢 就是檳城祖傳時代 目前地帶的著名 福建尼 大家可以看到人潮滿滿啊 據說這次遊客們呢 來到檳城必來的咖啡館之一 但是近期這間咖啡館卻在網絡上 興起了一股熱烈的討論 大家都在說老闆的脾氣非常的火爆 迎來許多顧客的不滿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決定要來採訪 這間咖啡館的老闆及顧客們 來聽一聽看他們有什麼看法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來這裡吃 我們是在Facebook跟Instagram看到哦 很多人一直叫我們來這邊吃 如果沒有來這邊吃哦 就是說沒有來到檳城了的 所以哦 我們就來這邊吃哦 吃得過我哦 覺得他食物是不錯吃啊 把他的 他的老闆哦 脾氣好像很不好耶 就 會一直催我快點order咯 語氣也不是很好 害我很緊張 很壓力 不是我脾氣不好 只是我講話比較大聲 加費店這樣多人 我講話小聲 人家就complaint我講話這麼小聲 他們聽不到 現在的顧客很難滿足 服務業很難做 路在無 哦 老闆 老闆 等你等你等下才跟你講 快點去拍他們 快點快點 呃 老闆啊 請問這邊有Menu嗎 沒有Menu 哪有Menu 咕咕咕咕咕咕的 蛤 這樣叫我們吃什麼 快點 快點 我們點很多人 快快點 這樣吃什麼 我不懂耶 點我們的Hockey米啦 我們最出名就是Hockey米了 OK啦 OK啦 這樣就兩碗Hockey米哦 大還是小的 呃 大啊 大啊 大的 兩碗大的 Hockey米 喝什麼 我 我不想喝水 哎呦隊長 我不想喝水 喝計畫茶 計畫茶 兩杯 嗯 確實是一間 有人氣 有名氣 有脾氣的Copy店 哎呦 你看到了嗎 不是我沒有耐心 是他們點一點食物 都要點這麼久 你叫我怎麼不會發脾氣 我真的是給他們氣到 到現在我的頭髮只剩幾根 我覺得老闆超級沒有耐心啊 他應該不能去政府部門排隊啊 我是覺得到喔 他的脾氣喔 可以改進啊 畢竟我們是消費者嘛 為什麼我們花錢還要來收氣 好 你講 對嗎 那個老闆的臉啊 臭到好像我欠了幾百萬這樣啊 老實說啊 他味道還好罷了 不然怎麼樣出名啊 我下次不會再來喔 不喜歡就不要來 我每天這麼多顧客 就不差你一個 還有啊 等的時間有一點久啊 一碗麵啊 要等一個小時多 等到我快要餓死了喔 現在的人啊 要吃又不能等 這樣沒有耐性 你以為這裡是Rythru嗎 這碗火鍵 跟探路鬼哪個 咬開我的嘴 唉 顧客那麼多 店裡人手又有點不夠 老闆忙不夠來就有點脾氣咯 唉呦 反正生意這樣好 賺那麼多錢 請多幾個員工很難咩 反正對他來講只是毛呢 賺很多 你以為店主不用錢咩 員工不用錢咩 麵買的麵不用錢咩 水店 用的桌子 坐的椅子 不用錢咩 賺很多 講錯話啊 你懂嗎 不是工人我沒有要請 是好的工人 真的難請 請了工人 又真的辛苦 客官 其實這些還好 真正讓我不多請幾個員工 最最最最 主要原因 是 神經 可能是老闆的壓力大啦 其實他也是有好脾氣的時候咩 是咩 你們懂的 你看咩 他跟過明星拍照啊 放在牆壁那邊 還笑得很燦爛的 哦 對我咯 對我們的時候 他服務態度 爛到破表 但是喔 對明星咯 他服務太多啊 好到包表啊 哇 我這樣了 人家是明星嗎 你要我砸爛自己的招牌咩 我單純要客氣一點咯 拍照片 掛牆壁 免費現場 我也知道一點Marketing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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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很怕 我聽起來這邊的老闆很兇 怕什麼 我這樣做明 不敢罵我的 你看 老闆 order order 老闆 看過我嗎 我很出名的咯 我是Penang Talk YouTuber Denis Lim Ming YouTuber 又怎樣啊 吃不用錢啊 以為你們是靈性啊 要吃幾碗 兩碗大的 嗯 看還不是Pen嗎 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雙方真的是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但是我發現呢 今天來到的顧客幾乎都是遊客 嗯不如我們就來問一問看本地人怎麼說吧 欸 我就是本地人啊 問我就好了 嗯 其實 我們本地人都不來這裡吃了 好 謝謝收看 謝謝大家觀看這個影片啊 那麼這個影片只是純屬娛樂大家 千萬千萬不要當真 因為老闆說他擔心說 這個影片拍了過後啊 會有 會受損啊 對對對 所以就需要澄清一下 老闆自己有什麼話想說嗎 很感謝 謝謝 林立友 就是他的團隊 來到我們大三角 波宮城 廣西咖啡屋 來拍攝這個影片 這影片呢 也是歡迎我們做生意的 和遊客的精神 希望呢 在座的各位 值得當作娛樂 如果有任何做得不好的話 請大家多多的言諒 多多的批評 我們會做得更好 大家來到冰城大三角 一定要來這裡吃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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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個video見 拜拜 拜拜 那麼現在我所在的這個位置呢 就是冰城目前 冰城目前 冰城主傳時代 目前第一代的 我是你們的菜 裁法 製間店的老闆 脾氣非常非常的火爆 那麼就因來 啊 目前第一代的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 裁法先生 那麼 那麼 大家可以看到 人家是明星嗎 我當 我當 我當就要客氣一點嘛 乖巧畢 刮巧畢 刮巧畢 我是明星嗎 你們都講 拜拜 三人 三 三 我們是在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看到很多人一定叫我們 啊 關鍵 可能是老闆的壓力大啦 因為其實喔 他還是有好的脾氣 ok sorry 其實他還是有好脾氣的時候 沒有看喔 這間 還有更過民進 不是 他也是有好脾氣時候 然後你 我講 我要等他啊 你行嗎 哪裡 進去 進去 我忘記了 洗碗 我幫你